未免夜长梦多 不惊云 聂风 你们受死吧 绝无神气势汹汹的弓相不惊云两人 杀拳配合不灭金身可攻可守 即便是血影刀和绝世好剑 也难以伤到绝无神分好 其中武功稍弱的第二梦 很快便被一记杀拳打得失去战力 仅剩不惊云一人苦苦之称 绝无神猛地使出九阴白鼓爪 连续竖爪抓在不惊云的脸上 留下了醒目的六道血痕 任你们如何顽强 终究逃不出老夫的手掌心 聂风醒来施展风神腿 攻向绝无神 却是威风不过三秒 很快便被绝无神打倒在地 再次失去意识昏迷不醒 绝无神正要趁胜追击 却突然赶到体内传来一阵脚痛 猜测自己是中了剧毒 没错 你中了三日断肠 并不是我下 而是你最丑心的人下 是阎营 绝无神如今大势已去 绝心毫不避讳说出是熊霸布局 要一举铲除绝无神和无神绝功 求生欲极强的绝无神文言 立即打起了亲情牌 说出绝心是他的亲生儿子 为什么要帮助熊霸对付他 绝心对此表示不屑 当日绝无神为了登灵至尊 丝毫没有顾及他的性命 两人间的父子情分早已名存是亡 见到曾经唯唯诺诺的绝心如此嚣张 绝无神放出狠话要清理门户 看似运起杀全攻向绝心 实则是想要趁机逃走 然而破君早已恭候多时 出手拦住了绝无神 连续竖腿将其踢倒在地 让绝无神不要挣扎乖乖任命 绝无神亮枪着起身 指责破君也成了熊霸的走狗 你言而无信 我今天就要来向你讨回我心爱的女人 绝无神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杀破狼真正的威力 破君将厚颜无耻发挥到了极致 见到绝无神身中三日断肠 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瞬间抖起了杀破狼的威风 绝无神四肢净肺被破君扔了出去 越是为高拳重者越是惜命 绝无神不经求饶了起来 破君 我以武功尽失 饶了我 别担心 熊帮主有令 将有你的儿子绝心 亲手杀了你 听到要自己亲手杀了绝无神 绝心的心中也是一惊 他深知这是熊霸对自己的考验 为了登陵全力巅峰 即便亲手是父那又如何 绝心 你 你敢 爹 你怪我 绝无神就这样陨落在了绝心手上 若是当初重用绝心 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 再看秦双完成任务来见熊霸 手里提着的正是无名的首级 熊霸接过首级开怀大笑 如今绝无神和无名已死 聂峰又被九转星单控制 就只剩步金云和武林至尊 相信他们难逃绝心和破君的毒手 正如熊霸所预料的那样 绝心亲手杀死绝无神后 又将目标对准了武林至尊 布金云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手持绝世好剑打退决心 成功解救出了武林至尊 破君剑撞弓向第二梦 一掌将第二梦打伤后 挟持聂峰威胁起了布金云 要布金云交出至尊 垃圾至尊为了自保 表示聂峰已经入魔 让布金云大局为重 不要意气用事 我本是武林至尊 你竟敢掌管我 在我眼中 不顾他人死我 就该掌管 我不会为了你而舍弃聂峰的 不得不说布金云这一巴掌打得漂亮 让至尊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决心以为布金云会妥协 大笑着让布金云交出至尊 布金云却反其道而行之 放言交出聂峰饶决心一命 决心不愿多做纠缠 扔出了数颗雷火弹 和破君带着聂峰逃之夭夭 回到了熊霸所在的吴臣居 就在此时 炎莹跟踪两人找了过来 见到熊霸被吓了一跳 我们又救命 你真的这么恨我吗 熊霸为了利用炎莹控制破君 竟是巧舌如簧套路起了炎莹 解释当年之所以羞辱他 只是为了逼迫聂人王全力出手 如今匆匆过去十多年 他依旧忘不了炎莹的曼妙深姿 希望能够得到炎莹的谅解 我不信 好 你如果不信就将我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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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